各位同學你好,今天我會用一個例子斜台去解說這課書 首先同學揭去課本154頁我們用Example 4做第一個例子解說 在這裏有一輛車放在斜台上 問題A就問,Find the component of the weight of the card along the loop 在這裏我們就需要將車的重量去做一個拆解 那這個拆解是怎樣拆的呢? 在這裏你會見到首先我們會有一個W重量向下 但是我們計算的時候我們就不會用這個W去計算的 我們需要用到可能是沿著斜台面的打斜這條線 Wsin25度 又或者可能跟斜台面垂直的那條線 Wcos25度 可能是用這兩條線去計算的 那麼問題就來了 那為甚麼這條線的長度或者這個力度是W乘以25度 而這條線的力度就是Wcos25度呢? 那麼首先我們就去用一些三角形的計算去找一下 究竟那個角度Beta為甚麼是25度 首先我們藍色線的三角形 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在這裏是一個90度 所以上面的角度應該就是90-25度 就是65度了 好,那我們知道這個角度是65度的時候 我們這次就看一看長方形 紅色的長方形 在這個紅色的長方形裡 在這裏是90-65度 所以得出Beta就是25度 那麼我們知道Beta是25度的時候 再運用Side就是對邊,over,斜邊 那麼我們就找到上面這條線就是Wcos25度 那麼同樣的概念 我們用cos,輪邊,over,斜邊 OK 那麼我們就會得知這條線就是Wcos25度 那麼從而我們就可以得出這幅圖這個結果 那麼如果同學都仍是覺得好像很深 不太明白是怎樣來的話 在暫時請你先死記住 乎是沿著斜台的方向的那個力度 就是將那個物件的rate重量 成為SideBeta 那麼這個好,我們先回到這條題目那裏 那麼A Part這裏其實是一個Level 0的題目 為什麼說它是Level 0的題目呢? 因為在這一部分 它只是純粹想問 它說那個rate 是沿著斜台的那部分是多少 是不理會 沒有需要理會 那個friction是多少 所以其實A Part 其實只不過就把W 拆解了去 要打斜 Wcos25度這部分 就已經可以了 那麼你在本書裡也看到 就這樣按計算機 計算到答案 然後到B Part B Part 可以說它是Level 1 即是多一點點 為什麼呢? 因為它要計算個resultant force 在這裏計算個resultant force 除了我要知道 是Wcos25度 向左下角打斜之外 我們也要計算 有個friction 向右上角 1000N 在這裏很明顯 兩個力度是相反的 那麼我們就減數了 將Wsi25度 剛剛計算過4980N 去減走一個friction 1000N 那麼就計算到 這一條的答案 就是3980N 來到這裏 都想同學留意一下 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很簡單 就這樣說 如果有個物件 在斜台 Encanner Plane上面 它打斜的力度 就應該會是Mg cosθ 剛才也有那個 就是 它垂直的部分 就叫做Mgcosθ 有些時候 有些題目 我們並不會有 數目字給你的 例如 好像這一條 2008年 第33條的 MC題 畫圓幅圖出來之後 就問你 那個friction 是多少 Normal reaction 是多少 在這裏 可能有些同學 一看就已經 首先看得出 這一題的答案 不是B 就是D 為什麼呢? 因為B 那個normal reaction 其實就是Mgcosθ Mgcosθ 所以 A和C的答案 其實是錯的 好了 A和C的答案 是錯的時候 如果B和D 只剩下B B和D 的話 咦? D 又是會錯的 因為Mgcosθ 就不是沿著斜台面 打斜的部分 那這個 也是錯的話 其實這一題 不用計算 都已經知道 打斜的部分 就是Mgcosθ 減掉 減掉了 增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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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同學 我們會經常留意到 或者會看到 Mgcosθ 這個 Terms 然後 然後 請大家 到 162頁 Example 10 其實 這條題目 可以說是 Level 2的題目 解釋了這幅圖的 False 方向 和大小 首先 我們看一看 這幅 Free Body Diagram 這輛車仔 連貨物 有重量 Rate 一邊走的時候 一邊有 Friction 但是同學 你真的要非常留意 因為 當我們推車 車的動作 是向上 的時候 Friction 就是跟它 相反方向 所以 Friction 向右下角 但是 有些題目 車可能向下動 如果 車向下動 Friction 就向上 同學 真的要搞清楚 Friction 的方向 接下來 斜台 是會頂住 車的 所以有 Normal Force 最後 那個人 推著車 有一個 External Force 或者我們叫做 Applied Force 在這裏 在這裏 其實很明顯 看到的 我們需要做的 首先 就是將 W 拆解了 Sine 和Cosine 那部分 當然 Sine 那部分 就是沿著斜台 方向 你可以一會兒想像到 這個 W Sine 10度 是跟Friction 和200N的 Applied Force 一起去 計算 至於 Normal Force 很明顯 是會等於 W Cosine 也就是 A Part 所問的問題 所以 很容易 就是 W 乘以Cosine 10度 其實就已經可以計算到 Normal Force 等於 W Cosine 10度 B Part B Part B Part 當然複雜很多 因為 我要計算 Acceleration 是多少 即是 我要計算 打斜這部分 的 Acceleration 但首先 我們都知道 車子 現在是向上移動的 所以我們都可以 估計到 Acceleration 是向左上移動的 也就是說 這條題目 是要將 200N 減走 W Sine 10度 這個向下斜的 Force 以及 減走 Friction 80N 這樣就可以計算出 數 F Applied Force 減 Sine 10度 再減 Friction 我們就可以計算出 這條 的答案 就是 有一個 Resultant Force 是34.83N 那 Resultant Force 只不如 Acceleration 也能計算出 那 記得 寫了方向 就是 向上 up the loop 這條 例子 也能計算完 好 同學 我給了 今個星期的 功課給你們 都是三條 細 三條題目 都是在書本裏 找出來的 首先 第一條題目 比較淺 就是 課本 156頁 Checkpoint 3的第二條 這條題目 就沒有 External Force 純粹自己 斜下去 滑下去 不過 它有 Friction 所以大家想想 Friction 是不是向著 這一邊 接下來 我們就會計算一下 課本172頁 Revision Exercise 的題目 這裡我選了 第21 和第22條 第21條 車子 向下滑下去 OK 第22條 車子 首先向上移動 但是 接著 又會跌下來 在這裡 這兩條題目 都比較難一點 同學 努力 加油 嘗試去做 下個星期 就會有第二個課題 再教大家 拜拜